在8月6號的時候,我們在河川新生地農民過來巡索隊找我說,河堤那邊有丟廢棄物 我調監視器發現說,一輛車在丟的過程,包括進入的過程都有錄到車牌號碼 他丟的過程,我們前程監視器都有錄到,希望有關單位能夠盡速的處理,該罰的要罰,該懲處的一定要懲處 這邊高平溪時常被丟,也有時候我們發現,有載廢棄物從台249線過去的時候,我們巡索隊就會加強巡納以根堅